你吃下去 你就会觉得 哦 锅贴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的那种味道跟口感 欢迎收看美食公道博 Hello 大家好 我是Toys 今天这一集呢 不一样 也非常的特别 我们推出了一个全新的企划 这个企划呢 就是各个网红到底喜欢吃什么 我们询问过很多的网红 要让他们推荐给我们一家 他喜欢吃的餐厅 所以今天呢 首先第一集带来的餐厅 就是枯炫推荐的放假小馆 我们出发 好了 那这一家呢 放假小馆 帮大家稍微看过了一下 1981年成立的 以前是咖啡厅 现在做上海菜 这一家呢 方家小馆 它位于这个 士林的天母东路 天母东路的7号 身为天母人 几十年的这个酷炫呢 应该是对这一家很熟悉 听他说呢 也是说吃了很多很多年了 那据他所说 方家小馆呢 有这个天母丙太风之称 然后他呢 也推荐了一些菜色给我们 那我们照着他的天 好不好 那我们马上就开始来试菜 那当然呢 主要我们会做这个系列呢 也是因为大家说 只有我们说这个米其林的东西不好吃啊 这不公道 不公道说 只有你一个你意见怎么准呢 所以呢 我们就特别做了这个好 网红系列的美食指南 这个封面很像 也是故意的 就是说 除了我们喜欢吃的东西以外呢 我们也来试试 其他网红 喜欢吃的东西 当然好吃的话 我们再颁一个奖牌给这个网红嘛 你也是懂吃弟 好不好 那我们马上事不宜迟 开始试试 方家小馆的菜 到底如何 好了 那么首先登场的是冷盘 左边的是醉鸡 右边的是酵肉 酵 酵肉 很难念 那本来他们单点价格比较贵 双拼的价格呢 是560块 光是这个卖相 我觉得就相当不错 我们今天呢 先不要论它的价格什么的 我们单纯试味道 价格呢 你们自己再来衡量 这个呢 店家说是要沾醋的 我们先试试看 嗯 嗯 可以喔 嗯 这个好香喔 在粤菜里面就叫 其实就叫水晶肉 差不多的东西 首先是它里面的肉 就非常的多 而且肉香味 那个咸味 很浓郁 再来是这个 果冻 其实也带一股香味 所以它整个东西吃起来呢 很咸 很有肉感 那加上一点醋之后 就是 咸跟酸呢 有在作品呢 我觉得这个不错 大家试一下 醉鸡 欸这家在 天武有名吗 还有名 不得不说 光是以这个冷盘来说 蛮好吃的 就是醉鸡有点不够醉 但是肉质不错 皮呢 也刚刚好 不愧是天母丙菜风 全菜非常OK 来 下一道 那接下来呢 这个叫做 凝式锅贴 这个价格呢 是180块 总共有6颗 虽然相当的贵 但是 光是这个卖相就很好 再来试一下 整个锅贴到底好不好吃啊 因为我很少看到 做的这么漂亮的锅贴 这个锅贴 有没有值得 事先不讲 但是这个锅贴 很多技巧 我觉得都做得很好 它里面给你的口感 你这个锅贴的香气 是一般外面那种 连锁店吃不到 吃起来的味道也很简单 也不是什么花里无效的 虽然180确实 有那么一点点贵 但是这个锅贴呢 是属于那种 你撕下去 你就会觉得 哦 锅贴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的那种味道 跟口感 它煎完之后 它不会过油 就是你吃起来 没有什么油耗感 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 那再来就是皮 也算是薄的 那所以整个吃起来呢 就是下面这层非常的酥脆 那在外皮呢 又是相当的薄 那内馅也相当的多 吃起来没有油耗感 就是一个吃起来很舒服的锅贴 但是爱与价格呢 我觉得这一道 我个人不是很推荐 因为它就是锅贴 接下来这一道呢 是清蒸臭豆腐 首先啊 我最近都有在做一些臭豆腐的产品 所以我自己对臭豆腐的味道 跟这个配料 感觉也是相当的严格 先来试一点 哦 哦这个好吃耶 它这个臭豆腐呢 不像是那种 台湾传统那什么麻辣臭豆腐 什么有的没的 虽然它是用蒸的 但是它的这个汤啊 我觉得很厉害的一点就是 就是它的味道呢 虽然带一点点辣 但是会让你想要去喝它那个汤的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做的很屌 味道很入味 它整个豆腐都是那个汤的味道 就怎么看一个豆腐到底入不入味呢 很简单 我们只要看这个豆腐里面的缝隙就好了 这个缝隙呢 就是毛孔很多的臭豆腐呢 就相对容易比较容易入味一点 所以它这个豆腐呢也是用得好 一般吃这种臭豆腐啊 要把那个汤也喝完呢 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情 因为毕竟是比较重口味的食物嘛 但是它这个汤呢就是做到 它的麻跟那呢 是后面慢慢才涌现的 前面是属于比较含蓄一点的 而且豆腐的口感呢 是软嫩的 就是这家吃到现在给我的感觉就是 你带长辈什么的来啊 基本上长辈也不会嫌弃 就是东西都算是很好吃 以目前吃到餐点就是觉得 这些餐厅大概率地雷会很少 就是你就算随便点 也不太会点到难吃的东西 那么接下来的这一道是酱爆蟹年糕 那光看卖相呢也是相当的美味 先来试试看 如果是你们人来的不多的话 我不建议点 不建议点的原因呢很简单 因为这道太饱了 里面全是年糕 年糕的味道不错 那个味道很特别 它是带了甜味 然后那个酱油跟蟹混合的味道 咸咸甜甜的 吃起来有点 有一点点那种韩式的感觉 不知道是年糕影响了我 还是酱汁影响了我 但是它这个东西吃起来 算是中韩合并的感觉 这一道我个人不是特别喜欢的 但是它用的螃蟹啊 确实是真材实料 这还是其中一部分而已 它里面有好几个这样的口 因为一般吃螃蟹啊 就是吃它的那个柚啊 糕嘛 但是不会有太多的调味 所以你可以吃得出来那个鲜味 但是这个螃蟹 我觉得有点酱 才是主角的感觉 但是螃蟹就有点像是配角 吃不出来它本身的肉质的鲜美 还有这个糕的味道 它好吃是好吃在年糕 但是我觉得螃蟹可惜了 真的 我们下一道 接下来这一道呢 是富贵火腿 乍看之下有点像是类似那种 肉夹母的那种概念 反正就是它会给你一个包皮 再把这些重要的元素都夹在里面 先来试试看 但这一份不便宜啊 这个要400块 给开所有东西不说 它里面这一层 这一层东西 绝对是它的灵魂 中的灵魂 太酥脆了 光是那个声音就让你受不了 这一层酥脆的那个口感 真的会想要让你一口借这一口 但是我觉得上面这颗 我觉得不用吃 因为有点太甜 所以倒很香 你们先把这个吃了 要冷的不好吃 不要笑 然后接下来呢 小笼包 荡海店一定要吃吃看小笼包吗 那当然啦 我自己对小笼包呢 要求非常严格 就是我必须说 台湾有很多这种 什么早餐店啊 什么有的没的 都在卖小笼包 但是那些小笼包呢 做的不像小笼包 有点像小笼馒头 就是它的皮都很厚 然后也不是薄薄的 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小笼包到底有没有料 再来给你沾点醋 然后再把上面咬掉 先说一下 我觉得皮的部分呢 算是蛮薄的 但是我觉得问题出在 里面的酱 因为我这个酱 全部都是醋而已 没有加酱了 但是它里面这个酱呢 有点咸到 我觉得盖不过去 就是我就算这样的醋 加一点姜石的时候 我觉得吃起来 那个咸味 还是有点过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小笼包 虽然说它的工作的不错 但是我觉得味道上来说 对我来说有点太咸 所以我觉得还好 也还好 接下来这一道清蒸笋可鱼 也是在这个主厨推荐里面 980块 不得不说这一家的价格 算是蛮奢华的了 不过吃到现在 我对于味道来说 还挺满意的 因为其实我们这个系列 最主要是评测食物到底好不好吃而已 那如果很贵的话 代表说可能那个网红 本来就比较有钱 对不对 所以价格的部分 我们无所谓 都是给你们参考的 就是很家常的味道 很像是你妈争的鱼 它就是给你一种温馨的感觉 我不敢说它多好吃 但是就是那种小时候很常会吃到的味道 口感满分 这个皮的部分呢 吃进去嘴巴之后呢 还带给你一种胶质感 好啦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天点时间 这个是豆锅沙饼 220块 酒酿元宵 130块 先来吃吃看这个 豆锅沙饼 口感跟我以前吃到的不太一样 它的那个饼子呢 相对来说是比较软的 但是有一点很棒的就是 它的红豆 这个沙很细腻 非常的细腻 完全感觉不到任何的颗粒感的感觉 还不错 豆锅沙饼还不错 那个饼子再硬一点 会更有口感一些 会吃起来 就是那种大饼才有的口感 再配上这个 这么细腻的红豆泥的话 相对来说会再好吃一点 我们今天吃了好几道菜 我想一下 回想一下的话 如果有我不推荐的菜 我不要说它不好吃 我说我不推荐的 可能就是酱爆蟹年糕 然后再来就是小红包 我也觉得一般般 再来这个笋可鱼 我觉得就有点过于平凡 醉鸡跟酵肉都算是不错的 臭豆腐也不错 富贵火腿是我最推荐的其中一道 所以我觉得整体吃下来呢 没有什么毛病 还不错 这家还不错 如果你想要吃到这种传统的味道 酷炫 果然懂吃地是你 酷炫 吃的差不多了 也蛮饱的 我们出外面先结个帐 再来跟大家做个总结 好吧 好了 那么我们今天吃完这家方家小馆呢 先说一下酷炫 懂吃 这家呢 虽然说它的味道呢 不是说很花里胡啸的那种 就是很平凡很家常 但是有些菜呢 确实蛮有特色 也做的蛮细节的 我们就按照那种评分餐厅的各个品项 都特别来评一次好了 首先是味道 味道五颗星 我们可以给个四颗星 那如果是环境跟服务的话 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 我来拍有点不是很准 因为我们在拍摄嘛 可能服务啊 应该相对来说都会比较好 那么环境来说呢 我觉得也都干干净净的 就给个五颗星 服务呢 因为我看不出来 我也给个五颗星 那最后就是价格 我觉得价格这一点呢 有点小贵 真的是有点小贵 因为我们这样今天吃 有好几道菜啊 价格都是什么 980 400多 500多 以上海菜馆来说 我觉得价格的部分算是 有点贵了 就如果以价格五颗星满分的话 刚好及格 2.5颗星 确实偏贵 但是不得不说 味道来说确实蛮好的 14加16.5 再除以4 也就是4.1颗星 那今天的这个方家小馆呢 是一个不错的餐厅 真的不错啊 总评分 4.1颗星 我们还准备了一个 那个奖牌给酷炫 等我一下 哈哈哈哈 小学生奖牌 懂吃地 酷炫 下次看到你的时候再给你 方家小馆 如果你是在天母附近的话 没吃过 可以来试试看 如果你经过天母 要想吃上海菜的话 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只能说这个系列 相当不错 就是可以减少很多 我们会采雷的那个空间 我觉得 也同时也知道 那些网红他们 本身的口味 跟我差 有没有差不多 或者说他们偏好是 什么样的食物 我觉得这个系列呢 挺有意思的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